今天我们用冬瓜来做好吃的 有什么比在夏天来一碗清热丽湿的冬瓜丸子汤更好的选择呢 今天我们就煮一个清甜的冬瓜丸子汤 清肠胃又鲜甜 既能消暑还能大块朵移 一起来试试吧 食材 冬瓜200克 肉馅400克 准备一块冬瓜 大约需要200克左右 冬瓜去皮 其实冬瓜皮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您可以保留冬瓜皮 去皮后的冬瓜去壤 之后切成滚刀块 喜欢口感免软的也可以切成厚片 趁这个时间来做一个肉丸子吧 准备猪肉末 加入一勺芝麻油 一勺淀粉 一个蛋清 一勺胡椒粉 半勺盐 一勺生抽 一勺料酒 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后 往一个方向搅上进 锅中热油 葱花爆香 倒入冬瓜 翻炒均匀 冬瓜是夏季食用的好物 它的卡路里非常的低 100克冬瓜 仅有12大卡的热量 非常适合减肥健身的人士 炒好的冬瓜 加入适量的清水 冬瓜的热量很低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 不仅是消暑的好产品 也是减肥的力气 把肉末做成丸子 一个一个的放进锅里 猪肉丸可以换成鸡肉 或者是牛肉 鸡胸肉的味道会更清淡一些 但是卡路里也会更低 丸子做好之后 大火将丸子煮熟 最后加入盐和胡椒粉 再撒一些葱花就可以了 一道美味清爽的冬瓜丸子汤就做好了 这道冬瓜丸子汤 味淡开胃 在炎炎夏日食用 尤为适宜 冬瓜口感软滑 猪肉爽口解馋 汤清淡又浓香 美味口的时候来一碗吧 一键三连帮我按赞再走吧 我是CC 祝你多吃不胖